另外来看到印度爆发禁止带头巾的穆斯林女学生进入校园的争议 现在又有新进展 印度的南部省份日前爆发了头巾争议 学校要求穆斯林的女学生依照学校的服役规定 禁止带头巾进入校园 否则就禁止学生来上课 而这个事件呢 最后就演变成宗教文化的争议 并且蔓延到印度各个地方 为了让各方冷静一下 学校还因此停课三天 如今为了避免争议 学校复课之后 竟然采用隔离的做法 这势必也会让争议继续极端化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